有四個不可行 一 當國民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曾經想要推 當時立法院國民黨多數都通不過 第二 區內區外不公平 整體國家這樣子來做 顯然不妥當 第三 我們看到現在中美貿易戰 還在進行而 中國可以用這種方式 到台灣繞一圈 變成台灣製造出去 最後對台灣是最不利 甚至也還被當成跟中國一起的共犯 第四 是現在全世界對於相關 國際組織監督機制檢視機制 都對於租稅的不公平競爭 都越來越要求嚴格 我們如果有相關的機制 被認為是這個樣子的話 反而是對台灣不利 我們台灣最好的就是改善 我們自己的競爭體質 加強各個面向 這才是對台灣最有利 關於侯友宜 昨天他跟市長見面之後提出說 垃圾帶要雙北共用 還要降價 這跟您在選舉的政策 怎麼好像有一點雷同 我在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提出證件一百多頁 一萬八千多字 而現在看到侯市長一個一個在做 我很高興好的政見 大家願意來做 包括像在中角的衝浪基地 包括新北的垃圾帶也能降價 當時都說不可行 包括我們對勞工 失業勞工主女的教育補助 現在也都要做 我覺得好的政見 大家願意來做 讓新北市民真的得到好的照顧 這是應該的 我也支持的